幾千幾票 馬英九競爭沒有一萬票 送出他兩萬 大概兩萬三千票 總共四部應該也不是這個吧 非常難 非常支持馬英九 說第一名 蔡英文 三十二 馬英九二九 送出他十二點五 徐老師那是怎麼看的 我看八家都做錯了 只有聯合報做對了 馬英九是表現比較好 因為他一直講陳水扁 大家都想聽陳水扁 大家都想聽宇昌案 是嗎 其實我覺得俊仙兄講得好 第一次講陳水扁的時候 大家都快吐了 第二次還講 講不聽 繼續講 我覺得馬總統你真的讓人家覺得說 台灣現在真的是在十字路口 今天又發生北韓這個事情 洪野這影響多大 整個東北亞局勢都改變 我們馬總統忙著在幹什麼 我只有吃兩次魚刺 不是吃五次 為了魚刺 我們講的是說股市是不是要崩潰 東北亞情況在變化 北韓會是什麼狀況 未來韓 朝鮮辦長會怎樣 我們總統不關心這個 我們總統關心一直在講說 我講幾次魚刺 你蔡英文 你要接受記者提問 你總統候選哪一天沒有被記者賭到 哪一天記者沒有在問問題 我覺得馬總統你在擔心什麼 洪野我更擔心明天 我們的經驗會主委開始拿一堆公文 拿一堆文件出來 要質疑蔡英文 明天股市會是什麼樣子 明天台灣整個國際局勢是什麼樣子 我們的這個政府不關心 洪野 這個民調剛剛好而已 想要掙那麼多錢嗎 買東升 買年代 買T台 買中國時報 這麼好買嗎 有這麼有錢嗎 那如果選舉怎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真的只有聯合報是對的 我覺得馬總統你繼續相信聯合報 繼續打宇昌 南方說怎麼講 你也不要管他 明天繼續講宇昌 北韓要怎樣天下垮下來 是不是有四射飛彈 都不用管他 繼續打 你打到1月14號你就會贏 洪野 我真的覺得馬總統 你要相信聯合報 誠懇了 我非常誠懇了 我剛剛所有的整理 跟大家做報告 九個單位做的 那有些是民調 有些是語音投票 有八個認為是蔡英文贏 那有些還是贏很多 而且認為蔡英文可信 只有聯合報不是這樣看法 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今天的股市又重挫 到底我們的政務有在關心嗎 台灣的股市投資人 現在順利多少 在這邊投票的投票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先休息一經網告